然後回來台灣 然後回到台灣健保的懷抱 他的心態沒有調適過來 他把那些情緒放在我們醫護人員身上 結果他就大哭 我說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下來洗腎 結果他緊急洗完了還祝願 然後就覺得說 哇 你看台灣洗腎不用花錢 然後就開派對 不只喔 不只喔 你知道他去美國緊急洗腎 然後那個收據回來 台灣還可以退費 而不是退他美國全部的那些費用 而是我們洗一次 不是給付大概三千多塊 我們大概可以退到大概兩千多塊錢 全民買單 我們還要 對 所以台灣的健保好到這樣程度 我爸爸也是洗腎洗八年 因為我爸高血壓 長期時間高血壓 那可能在香港的時候 也沒有家人都顧到爸爸的飲食 有一次他是因為感冒 只是重感冒而已 就去醫院突然間就開病危通知 我們全部讓他嚇死了 後來發現我爸爸腎已經不行了 然後直接送回台灣來 醫生就判定說你要開始洗腎 所以一次就是一個禮拜洗三天 一三五就去洗 大部分都是這樣 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那個時候他整個飲食 開始要大調整 我爸爸是超級不習慣的 所以因為他說每次洗就很燥 他裡面會很熱 所以他就 他就要偷吃 那我們小孩就要擋住啊 就冰箱要上鏈子一樣 就是因為他會真的想去吃 因為他裡面很燙 很熱 然後有一些東西就開始都不能吃 那他開始就心情焦躁 要經歷過一段時間 因為你真的要陪伴這些家人 要讓他會 因為對一個人 一個禮拜要洗三天盛 等於是說實在好像被判洗 而且對他而言 他是一個成功的生意的商人 他就覺得他自己廢掉了 所以我爸爸是經歷了 大概一段時間之後 家人的陪伴跟安慰 慢慢才能夠接受說 我現在跟這個病要成為朋友 他就自動禮拜一 三五去 因為我覺得心態真的很重要 就是照顧爸爸去 然後家人就要不厭其煩的 一、三五要去接爸爸 但是我發覺 連照顧洗腎病人 不只是心態問題是 你本身連這個護理都要學習 因為他們那個洗完腎之後 他那個都要 他那是兩條 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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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的樓管 你不只是你每一次 因為一、三、五洗 洗大概半年之後 他那個樓管開始會變形 血管瘤 血管瘤會變形 一直擦嗎 對 他一直擦 對 你要一直擦 然後有時候一直擦 擦不到血管 他要按好多針 然後你每次幫他 我爸爸他 把那個管子拿出來之後 我們不知道要幫他按壓嗎 要放那個布 強力的繃帶去按壓 對 直線 然後每次覺得說 應該差不多了 然後看一看 覺得說15分鐘 20分鐘應該差不多了吧 拿掉 然後覺得一看 沒事 結果我爸 一咳嗽 血用噴的 你會嚇死 他一個咳嗽 壓力過大 一個噴 一個咳嗽 血用噴的 大家趕快就去按 噴的亂七八糟的 其實你知道 那個一年要打幾針嗎 我們一個 一次不是打兩針嗎 一個禮拜打六針 對 那一年52都全年無休 52 乘以6 要打312針 這個還是你遇到一個 百分之百神準的護理人員 他通常會在家打不準的那幾針 那一個血管 一年打300多針 那打的是那種 很小號的點滴 那種20號 不是 它是最初的捐血 那種16號 17號的針 然後他打進去了 因為你要洗腎是一個動靜脈柔管 它是一個動脈 動脈的壓力是非常強的 所以你止血的確要止很久 很多時候 我之前前幾天就有一個病人 他回去了 他自己是糖尿病 因為眼睛看不清楚 然後他自己一個人住 他太太跟他分居住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他打電話來跟我求救 他說什麼 他至少流了大概500CC的血 因為他滴滴答答 他眼睛幾乎快全盲了 看不清楚 他不知道 然後一直滴滴到 滴到他覺得開始怪怪的 趕快打電話來求救 他現在流了500CC的血 這是真的要注意 因為我們那次噴血在醫院 還好在醫院 我爸爸在咳嗽 可是有時候在家裡面的時候 你就要把繃帶拿掉 他可能一開始沒事 他後來他可能是翻個車 他在睡覺 他咳的時候 他自己不知道流血 你去床間一看 整個床上都去血 那個是會出人命的 那個會嚇死的 所以你要顧好 就在旁邊一直顧好 而且平常要熱敷 到一段時間要熱敷他的血管 讓他那個血管慢慢 那個樓管他的那個流 不要那麼腫 讓那個護士比較好打 然後後來我們自己小孩子 也很擔心說 自己會不會腎臟有問題 所以醫生這個腎臟會有遺傳嗎 在某一些疾病 的確是會有遺傳 我們剛剛講說 第一個是糖尿病 如果說您父親 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話 沒有 那如果是高血壓 其實高血壓也有家族的遺酸史 那第三名那個叫做蛋白尿 蛋白尿其實大部分 全家族在洗腎 很多都是蛋白尿 那腎結石這個東西 應該沒有遺傳 腎結石也有某一些遺傳的痕跡 對 所以有腎結石體質的 很容易會重複的發作 不是不是 沒有 我剛剛已經上過了 我是真的有得過腎結石 而且我那次是因為 那次是我 我就發覺說 尿血尿 然後我一看尿血尿的時候 天啊 我怎麼會尿血尿 那第一個其實你想到是腎結石 應該是有那個石頭跑出來 可能自己幻想 是不是刮到什麼血管 後來就覺得也沒有任何的痛感 那你還是運氣好啊 流出來的啊 對 但是我沒有任何的疼痛感覺 那個腎臟病不會疼痛 沒有痛就是運氣不好的 不是 但是我有一次疼痛喔 我有一次疼痛到 就是突然間腎臟疼痛到 那個的疼痛 我如果說1到10級的疼痛 我覺得他比生育的肯痛還很可怕 比生小孩子還可怕 因為你痛到就是 你不要碰我 你連風吹我一下 我可能就 噢 碰到爆炸 然後醫生叫計程車 送我到醫院去 結果我連下計程車都沒辦法下 一打開門 那個司機看我已經痛到臉色發白 他一補我一下車 很奇怪喔 門一關 好了 瞬間好了 瞬間不痛了 然後呢 一去看 又尿血尿 就尿出來 後來那一次呢 我是因為尿血尿再去檢查 就去看 剛好是佩甄的先生做做 幫我在這邊操音波少 他說 天啊 你這趕快去開刀吧 因為我整個左腎腫起來 我的腎結石呢 已經堵塞到 他的尿液沒有辦法往下流 水腫了 水腫 那個水腫呢 你如果不去醫治的話 最後他那個臂啊 腎臟他那個 容納的空間會越來越小 那他就趕快叫我去 我去做了一個內視鏡手術 就打一個洞 進去 把那個腎結石 從後面打了 從後面打 本來是想要做震波 就震波這陣這陣 越震越痛 震到我不行 然後也不會碎 因為它太大一塊 一點多公分 好大喔 後來呢 是進去內視鏡之後 打碎 然後一個一個慢慢夾 夾出來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個手術不是小手術 那個手術是有危險性的 但醫生跟我講的時候講說 後來出來說 很簡單內視鏡手 我問別人講說 那個很危險 因為它就沒有抽乾淨 或是什麼東西 還要再一次嗎 不是 是會有危險的 是有危險 是我們 我們是說微創 所以一樣我們講是 因為我們腎臟會被穿刺 對 那腎臟就是過濾血液的東西 所以腎臟裡面什麼不多 血管最多 所以這個充滿血管的一個東西 它戳到血管 我們拿一個 差不多就是我的食指這麼粗的一個管子 戳進去 所以管子拔出來的時候呢 有可能那個腎臟 它如果沒有癒合得很好 就會一直流血 它大出血 在裡面 是 所以我那時候觀察了很久 結果 還會漏水喔 這裡的洞貼了膠布之後 它會漏水出來 所以比較安全是從 這個尿道管進去比較好 對 但是我太大的石頭 在腎臟裡面太大了 我們就必須要從後面腎去死 對 了解 所以你是小顆的結石救了你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小顆的結石 低點多公分叫小顆 小顆的結石是 你去坐計程車 一下車就掉出來不痛的那顆 感謝主 那那顆結石呢 一下就排出來 可是真正讓你腎臟受傷 讓你就是差一點腎臟受損的 是那顆卡在裡面 一公分不痛的那顆 對 所以我們就說會痛的結石很好 因為你痛很痛 你來找醫生 我們趕快處理掉 不痛的結石呢 你卡住了隔半年以後 腎臟壞掉 原來是這樣 我今天才了解 不痛的 腎臟科醫師就一定會知道 如果洗腎的病人突然說 我平常都沒有什麼尿出來 我都在洗腎了 就現在開始出現 血尿 那馬上就會來找我們尿科 因為 在洗腎的病人 他的腎臟 輸尿管膀胱 長癌症的機會 會比一般人來得高很多 那這個 如果是初期呢 病人很乖 就跑去跟腎臟科醫師講 在溝通的時候說 我有血尿 那我來我們這邊一檢查 發現說 膀胱癌 我們可以把這個癌症取掉 或甚至因為他腎臟已經沒有用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刀 把他的腎臟 送尿管 膀胱 全部一起拿掉 那我們就有一個病人 很可惜 他是一個 60歲的男性 他死瘦其實有10年了 在50歲多的時候呢 就有過一次 那就來看我們泌尿科 一看就發現是一個 早期的膀胱癌 就幫他刮掉 那當時沒有辦法把膀胱取掉 就是為了要保留機會 將來有這個 換腎的機會 你膀胱如果拿走的話 那以後就 就沒有地方接住 接我們的這個換腎的尿 他後來呢 他就一直洗腎一直洗腎 腎臟科醫師後來覺得怪怪的 他平血很嚴重 即使打這個紅血球生成的藥物 平血還是都一直起不來 只是去問呢 其實已經 他不想講 他只想要洗腎 他不想要管生小事 因為他覺得洗腎已經很累了 他甚至覺得說 那說不定這個癌症可以帶他走 他也覺得好 我們就覺得很不好 來我們這邊一看呢 這次膀胱精做進去 跟上次不一樣 整個膀胱裡面滿滿的 全部都是癌症 沒有看到任何一點點 健康的黏膜 那還來得及 要把腎臟 塑尿管 反光 全部切掉 也來不及 因為一座電腦斷成少秒 發現骨骼 後腹腔 統統都轉移了 所以這個病人 他本來一個 開刀可以處理的事情 就變成說是 現在只是要按鈴子 我覺得他也是心態問題 這樣聽起來 他自己放 我們就這樣問 我們在外面 我們今天說 一會兒 我們有一個 空腹在那邊 我應該會 鞋子